那怕啥嘛 你怕你无非就是 你担心这个未来嘛 你是不相信我嘛 哎呀 这一身很压色 看我的新鞋子好不好看 好看 人生第一次尝试穿乐福鞋 第一次买乐福鞋 上脚还可以 挺适合你的 我婆婆养的鸡跟鸭 把人家的菜给踩死了 现在赔你道歉去了 我就没拿 我一个 我四年了都没碰打火机 你干嘛要怪我 拿鸡鞋子跟鸭肉 还有青蛙 太多了 哎呀 今天晚上有大头菜吃了 大的是烹香结果 原本是他大的是个原味 就这样生吃啊 又脆又甜又香 好吃吗 好吃吧 洗浇水的味道有一股 这人家已经吃了 给我的大包就要进去 你确定穿拖鞋去吗 这么白的脚 那要不然呢 可是我比较机智 换上桶子鞋 给你带吧 你别晒黑了 玩起裤腿加油干 这要抬到哪里去啊 叔叔 来吧 再连连着点 老罗你行不 男人说不说很重要 行不行更重要 我现在是年纪大 我年轻的时候 他这种东西就是不在话下 哎呀 你在叔叔面前说你年纪大了 一二 你等你我多得等 我等 你等了 我等我 哎呦 可以吗 老罗 可以 为你们加油 叔叔这个木板子拿不拿 我拿着 我把木板子拿过去 好 叔叔你现在就要打啊 嗯 打这一整块铁啊 不是啊 打一做羊铁了 打一块做羊铁 这不是你们家的地啊 不是 我啊 今天这么拔到地了 我可以走啊 哦 现在在我们这边最不缺的就是什么 田 没有好多人都出去打工了 然后今年的新规定是 如果你家的田是荒芜的 没有种什么的话 就要被对上收回去知道吗 而且是永久性的收回去 所以每家每户在外面打工的都不敢再荒了 要么就是把田给上交了 要么就是要请人种 所以我叔叔今年地特别多 对 所以我爸今天就包了很多地 然后我们就趁着在家里嘛 又有 对 那边天又有收的机收 就多重一点钱 好 不要吧 今天还是多的 明天还是我 一个某个人在台式地方 你娘跟女儿都结封了 对 这种特殊情况吗 担不了啊 那你可以去先给新年了 一样都是分结封的 天经纪不是一样吗 那也是结封的 也一样的 先炒菜 等会吃饭的时候再讲 看已经在炒毕了 你开始炒毕了 没有 没有 吃饭了 叔叔 都在等你 我要等 吃饭吃饭 吃饭吃饭 把人把水都睡醒啊 我完成多了 来来我把这个冷烫了 来 好 这个也让你吃不完啊 不要吃饭 嗯 我青蛙入味了 你今天还是吃饭的 嗯 我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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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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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他 别 他 他 亲戚 去了吗 你要是 你 你 你 要担心 我老婆走过 你 别 老婆 别 26 那天早上了 亲戚都站在下面了 哈哈哈 原来 今天 不是今天结婚吗 哈哈哈 如果那个 他今天 今天,我天天说的,今年就好,这四月初一个月一次 就是个今年,你四月一要,你两个把这家伙伴她的 四月一啊? 嗯,农历的,农历的四月初一啊? 嗯,农历的四月初一啊? 农历的四月初一,五月一啊? 是好日子啊? 嗯,五月一欢家,今天是三月二十四,那还有六天啊? 嗯,五月一要别个欢家 这三不够明明的,今年后四月初一个月,那是不断的啊? 一口明啊,三不够啊? 嗯,五月一会儿,等半了酒席了再扯吧? 嗯,先把监粉筋吧 先把监粉筋查,不行 啊,九一的一个嘛,你没到哪个了? 嗯,一开始粉丝朋友们都说,怎么没求婚就结婚了,嗯 我在准备,我在续大招,我要给他来一个浓重的求婚仪式 好,但我估计到时候来孩子,估计到时候孩子生了都 捡你筋,你个筋盘就,给自己生个宝宝一筋,可以啊? 伤心里面? 我阿姨说的,寒倒好,生了小孩,满月就一起办 伤心,不是伤心里面吗? 我嫂子的意思是,你先给结婚筋办了,军生筋办了 然后败了运了,就不愿办心了 因为你现在第一天嘛,你白月,你要是没办证的话 你生了小孩了,上户口啊,那些什么都交医疗保险那些都好麻烦的 姑姑这段话有一个错误的引导 你说完,让粉丝朋友们觉得我已经怀孕了一样,要赶紧去办准身证了 不然孩子都上不了户口 我连任都没还呢,我今年都不准备生,先奋动一年 你先做准备是没有关系的,这个证办下来 特别什么时候还都没关系的,像我们那时候 结婚证,办了结婚证,十个月以后生小孩才不还你的款 要不然你没有准身剂,没有准身剂,卖到十个月,他就还你的款 你要去吗?你知道我家,你知道我家闺女子这里,就在娘家这里花了一千三呀 九一年的一千三呀 这个你放心姑姑,我们不打没有准备的账,不打无准备之账 我公公婆婆,我姑姑,就着我一直在讲讲讲讲讲讲,你再一声都没坑 你侄儿子一声都没坑 要先向你求婚,然后再去求婚 啥都不管,直接求婚,才完整就要结婚 他咋没有发言权呢?你老公也没有发言权呢? 我是就是,以你的意见为准啊 我也不催你,我也不勉强你 你啥说你心甘情愿的想跟我去求婚呢?咱就去吧,好吧 那你不干什么先要求婚呢? 去婚,我坑里面有个 那你不管是什么说,在伴牛之前,喊得坑里面有的 鞋伯,我家子你放心,我早就给你做好心理 对你来一碗,五碗也好,六碗也好 你给你个家子,哪个你来不一平息的,我给你自己 不是给我做酒,不是给我做准备 帮你整住自己 鞋伯,你说说的也没文法,说的这句话不好听 你也不要见到心理好 没有了,都一起这么久了 他说话我理解了 你想要这咋整? 你表个态吧 这有什么,你想去领就去领咯? 我想去领就去领 那等会别说我逼你的啊 你心甘情愿的要去领咯 你心甘情愿的要去领咯 就去领咯,反正你现在你想嘛 要反护也没机会了啦 你还真能跑的不成啊 你还真能跑的不成啊 对吧 就是一个 一个本本而已 北门是多少钱 六 六块二还是九 九块九啊 你假如没意见的话 我们就选个好日子 就领了得了 你有意见的你就说 我感觉我现在真的有点 是不是婚前恐惧症啊 那你就是 不信任我了 也不是 就感觉现在这样在一起 每一天每天这样子没什么 半酒席也没什么 但是总感觉是扯着 扯着就 都一样完全啪啪的感觉 你别抱着你啪啪的那种心态 你现在是已经嫁人了 去年冬天你已经嫁人了 OK 你要是没有这个特殊成功的话 明年就已经半久了 那你想去领就去领呗 那你想不想嘛 这不叫我想去领就去领 你不想等一下那咋办 我不是不想 我总感觉是 你是怕 那怕啥嘛 你怕你无非就是 你担心这个未来吗 你是不相信我吗 你觉得 朋友们怎么说 嘿嘿嘿